4月24日 赵四刘晓光被爆出轨女粉丝 事过半个月 仍有不善网友到刘晓光二次流程的微博下留言 让其备受困扰 发文 等待 容忍 理解包容 给自己打戏 又像是对父亲出轨事件的表态 不少明星爆出丑闻 都会选择让家人发声 来获取大众的谅解 而年青年 胡瓜女儿小珍 和这种医生李静良奉女成婚 却不想婚后的李静良多次偷心 出轨记录高达17岁 但胡瓜只是表示 李静良并非一人 受到大众的指责很可怜 多次的打击 让小珍心灰意冷 和李静良分居 而胡瓜则一直期待两人复合 文章被拍到出轨摇地后 马依丽的父亲专门开头微博 发文质问爆料媒体 是否要逼文章马依丽离婚 还称 只要文章毁过自新 重新做人主动回归家庭就够了 我女儿可以接受她 2011年 刚满19岁的陈佳环 在航店遭到 陈昊明 马德忠强问 喜兄被曝光 而当时正在待产的蒋丽莎 选择原谅老公 还在即将临盆时 陪老公一同出席记者发布会道歉 刘磊称 她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过失 希望大家能够给她机会 2012年 张莫英涉嫌吸毒 而被行政拘留 13日 张鼓励第一时间 发出声明向媒体致歉 并恳求媒体 能够宽容对待张莫 张国立的好友冯小刚 也发文表示 作为张莫的叔叔 平时我也对他属于管教 4月12日 白白河被爆 和男模张爱鹏 统游泰国 陈宇凡虽然和儿子 元宝恋武的视频 也没能淡化影响 之后她坦言 2015年 已经和白白河写议离婚 让网友点赞 够男人 2015年 陶哲与杨子行的地下情被曝光 岳母却力挺女婿 称 除非她亲自跟我说 不然我不会信 还大赞 她和女儿江佩荣 感情很好 小两口经常一起煮饭 做蛋糕 赤色杨子行炒作 在陶哲召开记者会 承认出轨后 严坦然 已经获得老婆和岳母的原谅 罗志祥和网红女友周阳青 不仅经常在微博上互动 还带女房见了家长 罗妈妈猛夸对方 乖巧董事 并表态 不会理会外界 称周阳青整容的船弯